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小默 今天是回到农村生山小县 养鱼的第二天了 经过一番考察与思量 我们打算把这里选做一号池 这里当做二号池 用来放鱼进行防止鱼养殖 今天来到镇厂看到这个卖鱼的老板 这些鱼养得非常好 听说是本地养的鱼 这些草鱼是养得真好看 老板卖18块钱一斤 所以说我们先买一点回去 放进我们的池塘里面 看能不能养好 先按常规操作进行打养 各位大哥 从我们那个乡里面 这个大草鱼也买回来了 我看了一下身上是没有任何伤口的 也没有什么水没变了 那个老板说 他也养了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了 所以养得很好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我们的池塘里面去 走吧 这里我小叔养着这颗鸭子 各位大哥 已经到我们的生上小区这个水池了 往回去 请给这个大草鱼过水 先装一盆水 用这个盐给鱼消毒的 这是粗盐 各位大哥 上次你们说我买那个细盐不行 就说这回用粗盐 先看一下我这个大草鱼 还没动静 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再泡它五分钟 有动静有动静问题不大 然后给这个出水口 这个狼鱼丸给它加强 以免这个鱼飞出去了 我们这条小溪 是非常的干净又清澈 以前有很多西石斑 还有那些巴石鱼 各位大哥已经泡了20分钟了 给它加点水进去 让它再适应一下 好 再泡它个五分钟 现在给它用盐 消一下毒 大草鱼 真的好看 这个鱼身上是没有任何伤口的 各位大哥 这啥情况 怎么就放了 太难了 再观察一下 好 好 各位大哥现在要赶紧放了 不然的话感觉 发逼了 哎呀 吓我一跳呀 好像没事 哎呦 没事没事没事 吓我一跳呀 刚才运输回来可能颠簸啊 让它有点晕乎长相 应该是晕过去了 现在让它缓一下 观察一下已经开始缓过来了 各位大哥 这个鱼一放下去 这个螃蟹啊 再咬它了 那个螃蟹还在 哎呀 别咬我的宝呀 还在咬啊 不行 那个螃蟹死期要到了 我感觉把它弄上来 这个螃蟹有点嚣张呀 这个大草鱼啊 已经越来越回越了 砍了个树子 给它放进去 用来做窝 然后那个 鱼头那里啊 给它放放一个 好 我们这个小池塔就做了三个窝 一个 两个 里面 流水口啊 也做了一个窝呀 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一点这个小草莓啊 给它丢进池塘里面去啊 已经状态不错了 但是还不开口啊 知道它要吃啥 果然这个屋啊 是非常喜欢的 各位大哥 我们感觉上面一号池太浅了 马上把它放到二号池来 上面一号池用来放小鱼啊 下面用来放大鱼啊 二号池就在这里啊 就放这里了 这大草鱼啊 也出来熟悉环境了 看来水深一点啊 它是非常喜欢的 已经很活跃了 各位大哥 那个草鱼已经放进去了 我们先搞一条啊 回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养活啊 我我看了下 这个水的温度啊 也还好 然后又给它换那个池啊 那个池深度 起码一米三四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也比较宽阔 明天的话可能 再放一批啊 那个荷花鱼再放进去啊 我们本来想放那个西石斑的 但是我们附近 没有养西石斑的 从网上买 从网上买的话 我又有点担心 这个运输啊 容易造成这个鱼啊 死亡 所以说现在很纠结啊 明天的话就先 买一批 金贵鱼回来 然后草鱼活得了的话 后面再买点草鱼放进来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了啊 拜拜